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蠻無雙 這一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 四天王 你不覺得大家已經開始沒那麼期待的四天王了嗎? 不是的 分明已經很難 所以相比之下那些沒有那麼難的才是最好的 你有心理準備嘛 你不要要恥笑心態去看我 你要知道我們上個星期講的兩套已經是比較好的兩套 接著今個星期那兩套簡直是精彩 但是抱著這個嘲笑心態 不好意思抱著這個輕鬆心態 抱著這個輕鬆心態去看也有他的樂趣 當然啦 絕對相認首先 他這套東西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是我見過的其中一套作品裡面 可以打自己設定念打得這麼徹底的人 他哪有設定的? 他沒有設定的 人都沒有設定的 應該說打他的主打力量的設定 是打得這麼徹底的人 你錯啦 他那些不是設定的那些是名字 他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我也同意 首先 大家記得新方我們講過 其實一開始頭三集裡面 其實是說怎樣組隊 半相印是有多麼重要 到底半相印有多麼重要呢 你們是要替這個關係 與你的伴侶一生一世 與你的同盟一生一世 你只是可以找這個partner 但是呢 究竟找這個partner的原因 有什麼要用呢 其實當然我知道 在我頭三集裡面說的就是 那個partner其實就是隨便找東西 那不幸運你那班裡面 全部都是不適合的 你都要強行找一個 成為你的終身partner 所以很簡單的說 他就是指伏為婚 是嗎 是日未去到的 對呀 我是比有限度的自由戀來 原來這個speed dating的名字 他絕對相認 你才知道 即是別人收Eater 我想你收Eater 因為變武器 別人應該要配對 因為一件武器 一個是拿武器 那這個呢 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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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是兩個兩個 不是啊 為什麼他要兩個兩個 因為如果你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敵方只是對著你一個攻擊的時候 完全不夠打的 如果你是一個人在你旁邊做坦的話 那你就有得攻擊了 有什麼意思 人家對面整隊衝過來的 你們兩個有什麼用的 沒有用的 老實講一句 本來如果是這樣的setting 我是不介意的 但我不會覺得有這樣的setting 但問題是 對面用的那些 不是你變出來的武器 是用槍的 OK 這裏有趣的地方 當然你說 這個力量層次之外 這個所謂的叫做艷牙的力量 在頭三集裏面 就已經解釋了 艷牙是可以變成一件武器出來 它在level 1的狀態 簡單而言 它是一個什麼 你只是多了一個 可以無形抽出武器的能力 換的多就換的多 而這種能力 跟你在街上買一把名劍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所謂 體內抽刀 我超超 不是它有分別的 它有一個設定 就是如果當你的武器被破壞的時候 你就糟糕了 那好像是這種樣子 就是張正若你拿出來看 那個是你這把這麼方便抽出的武器 的一個副作用 就是當武器被破壞的話 你的靈魂就會受到極大的傷害 但是鏡頭的傷害 第二天就沒事了 是的 人家有靈魂治療 可能沒有說到 可能就是說 其實是當天承受極大的傷害 但是第二天你沒事 我想說這把刀的設定是這樣的 把刀受到破壞 你受到極大的傷害 把刀你沒有殺意 是殺不了人的 你應該說是武器 不是刀 我對不起 因為男主角那把刀已經不是刀 有弓的有槍的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 剛才鏡頭說的 其中一個設定就是 只要你不帶著殺意去砍 是不能夠造成這個肉體的傷害 但是當你帶著殺意去殺 就可以造成一個肉體的傷害 那我當我 那把刀是好用 你真的可以解決到 你當你揮刀的話 真的沒有帶任何殺意去砍 老實說 除了徐身攜帶這個優點之外 想到其他 我覺得那個榴槤阿叔 拿著花生果刀出來殺意更厲害 他也是研碼的司用者 很害怕 你才有面前拳頭 我喜歡榴槤 我喜歡榴槤 當然 這個是LV1的階段 的難力 升到LV2之後 究竟會有什麼不同 需要先說一下 你的升級流程 其實升級流程 在動畫裡 是沒有提及的 為什麼可以升級 升級的方法 我們從有限的動畫裡的觀察所得 升級是靠打針的 當然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升LV4 是要拍針 升LV2、LV3 不用拍針 我們是不知道的 不是LV2、3是拍針 LV4會釋藥嗎 相反 不是LV2、3打針 LV3、4都是打針 是嗎 總之有弱勢 是不知道的 總之就是當他們升到LV2之後 有什麼不同呢 他們的身體能力強了 而強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 是有點不可思議的 升到LV2之後 出現一個新的角色 同樣都是擁有一個特異別武器 他自稱特別 他分出了一個新的設定 是稱號 燕華其實是不能夠變成一些很複雜的武器 你說的 開頭就是說他可以變成武器 然後現在就說他不能夠變成太複雜的武器 不是 開頭透來是特別的 因為燕華只是變成一些攻擊型的武器 但透來那邊是防禦武器 所以特別了 然後到第二集 第二句話 燕華只是變成一些很簡單 結構簡單的武器 但是複雜武器就是特別的 但是盾板是一個簡單武器 盾板是一個簡單的防具 你要分出 簡單 武器 防具 和複雜 是四樣東西 沒有肯定它簡單和不簡單的分別 應該是近距離軟距離的分別 我相信對於美國隊長來說是沒有分別 其實我想說 這個單手開來覆槍 原始於日本抗日神劇的朋友 要出門馬給我 這是黑科技 你不要說是樓屋槍 當然你說 在這個階段裏面 其實奔出了一個設定 當他們升到LV2之後 小兔老師就說 LV2就會比LV1高 這樣我當然不明白 LV3就比LV2高 當如果LV1對著LV3高 就有一個絕對性的差異 你真的這個解釋 真是很到位 即所謂兩層被一層鬆 四層被三層鬆化 大家都明白的 這些東西 但之後很差 如果有LV2拿槍去避免 就是LV3 對 如果雙他一個LV 就會是很艱難的戰鬥 都還不能打 對 但如果雙他兩個LV 那就不能打 當然 2-3連級裡面 全部都是2-3LV 因為 這件事就像著他自己 是一個 來覆槍的特性 他那一把 還有一個超潮英文名 我都忘記了英文名是甚麼 算了 喜歡英文名就算了 不要理會 你槍就槍吧 開頭又說 開了一個叫做 又是說了一個名字 叫做 咬龍 咬龍 講完這東西 一分鐘不用 當然他中間裡面 包了兩三分鐘的解釋 然後 這個咬龍祭就完了 不是 他覺得不重要 然後 他就變成 戰力差 他就變成 生存戰 不是生存戰 就是由Lilis搞的一個生存戰 就是由他一個對一群一連級 就是他為了顯示Lilis有多厲害 一個人是挑了這麼多個的一連級 還在主角群裡面 所有的Level 2都不夠他來打 其實故事裡面是沒有說過Lilis究竟是Level幾 我們都不知道 無從他得知他Level幾 不是他應該不是Level半變 他是特別 他是沒有Level計 Subeslu 沒有 好了 接著就有一個所謂的團隊戰 有一段 戰略上來說 其實這一把是 聶槍 單法 還不是散彈 其實對著你說如果多個度攻擊 理論上應該是有利的 當然 你說這裡為了顯示 Lilis 我剛才說Lilis有多厲害 他一個人可以說 看通了你的戰術 打贏了他們 然後 其實這裡也不是最重點關鍵 我們剛才說 究竟Level 2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看得出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一班叫做機械技師的 撕神報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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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威風的那個名字 即是撕神 但他沒有神 但我每次看他的裝備 都覺得他是炒某隻H字頭的遊戲 不是R-Man 沒有那麼厲害 H字頭那個 然後給我看到就是 Level 2的能力有多厲害 就是他這班 撕神報袋出現的時候 他們用槍掃射 然後主角很神勇地擋著 很厲害的 他是用個盾擋 他的盾是小隻手 他的盾是小隻手 然後你見到他全身是中槍的 然後接著 我在下個SOT裡面看到 提高了身體力 真的提高了身體力 下一個SOT是沒有傷的 美國隊長就是這樣 不是 不止這個SOT 後面還有一個SOT 一會兒再說 美國隊長的情況是 癡人全部是老殘 這些人就射個盾牌在那裡 這裏不是整個人的 是射到一個人 中了蛋 有血 飛出來 但是下一個SOT 沒有血 還有那一刻我真心覺得 其實真槍真的見過 你那把Special武器 真的打心酸的 一個打物體 一個打精神 原來如此 那我掌握到Level 2的身體能力提升是甚麼 就是快速治癒能力 也挺好用的 他瘋狂吃子彈的能力 他們四字眼都打過人 也都沒有用的 對人打贏 這個是沒有傷害吸收 不是 你這樣 那一陣子 就是那些學生被人 全部都是女性 然後結算的時候 是沒有人死亡 那裏才好 你不記得了嗎 你不記得了嗎 升了做Level 2之後 其實他就是說身體能力的提升 然後因為這班所謂的滅神部隊 就是靠套裝甲提升能力 令到他可以做出一些超越人體極限的動作 我們跟現場的使用者對抗 其實主角他們應該是輸的 但是中途有人來搞破壞 就當是中途退場 簡單來說 有人來一個期三次 第一次來捉這件事 最後就說 其實不需要你了 先扔掉你了 第二次來 想要捉校長 校長 其實都不需要了 走 第三次捉了巨魚 OK 巨魚是對我們 那你想捉誰 其實阿蘇想捉巨魚 不是他只知道那個名字 你早就知道那個人是巨魚 不是這樣說 老爺一看到 貧乳羅莉莉 不行 有個巨魚 那我就選巨魚了 我原來這樣想 真的 在第四集裡 你也說了 其實為什麼要partner 他們說到 在這件事件裡 他也說到 partner好像很重要 所以他才要這麼渴望找個partner 我好像有提過 要partner才可以找到 絕對 傳說的絕對雙魚 什麼叫傳說的絕對雙魚 什麼叫絕對雙魚 沒有解釋過 他的流傳是這樣 他相信這個流傳 其實最有趣 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崩出了很多 像是七曜夜會 七會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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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說 你說什麼很正常 然後七曜 然後又 七曜就是那七個人 我想說我要強調一件事 為什麼七曜裡的莊鋼機才會輸呢 因為名字不夠忠義 因為他們一個是 黃暗災核 烈油對機 太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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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者 好辛苦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學員長就是 不知道什麼火焰 粗焰魔女 粗焰魔女 打了這個名字 是的 不知道這些稱號是有什麼用 但他又沒有出過手 完全不知道他的實力去哪 當然你說 李市長一直都說 我給艷牙的力量 你們這群學生 我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達到絕對雙人 其實 什麼是絕對雙人 我們可以稍後先說 當然 在這件事件裡面 主角就升 他們就升為了Level 3 突然升Level 拍藥 其實很有趣的 究竟這間學校 的升級基準是什麼呢 我們又不見 主角是經過什麼艱辛的訓練 而 所有的升級都是來著拍藥 打針的話 不如你們 一開始就升到Level 10 不如直接 一般來說 常常有學員的設定 都是這樣的 主角要鍛鍊 要教修行為 然後鍛鍊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駕馭能力 就可以吃藥 或者突破自己原本有的 就可以升Level 這裏就玩這麼弱的 世上的努力派都被打臉了 所以 我覺得很可憐 裝個遊戲裡的包仔 其實是很正常人 就是奧名裝格 我覺得很正常 那群攀藥的違法 身體能力的 反而是爺我 那邊才是正義 這群太濫藥的 我才來對付你 你這群富二代 我八手興家 在這裡玩這個 你只要用錢買這麼弱 你就不斷升Level 那我還用來玩 不是 最後一集是 打算不要緊 校長被收拾我的 一拍 勁到我升Level 4 你這裏 最後這一節 去講艷牙這個設定 Level 3之後 其實就是Level 2的加強版 只不過是 Level 4都是Level 3 Level 4都是B加強版 五套 真的不同 Level 4 跟著小套 如果當你達到Level 4的境界 你的艷牙就會有一個絕對性的差異 那個差異就是 你能夠放必殺技 你到4才能放必殺技 你到4才能放必殺技 你到4位之後 下位的差異就是 那些怪技多了 是不是這樣 那說 你玩這個Legend 你玩到六套 只是想放大技 你遊戲目標 只是為了這件事 大哥 這個圓柱是game來的嗎 原來 不是 他就是看這個 在我們動畫裡面 耳子的介體裡面 當然你說見到的 就是阿姆里 即是女主角 直到好像避開了女主角 他呢 他也是隨著故事裡面 他也是這樣升級 但其實呢 最後崩出了 他是一個設定 他呢 就不是靠食藥 而獲得超越者的能力 他是靠自身的 悲慘的背景 我也是復仇而已 而覺醒成為這個 錯誤機 這個超越者 而他這些 不是非人工 覺醒的人 就叫做覺醒者 自己斌自己 打自己念 很厲害 他完全是那個 Extreme VX裡面 即是每條巴 就可以按一顆鍵 然後就爆氣 的模式 那其他 但你爆氣 你都說可以自己控制 他這個簡直是錯誤機 這個暴走 他的暴走 就是當主角躺下去 就會暴走 這就是正常 這就是相應的力量 你看得到 有隊友死了之後 你覺醒狀態 關二人死亡之後 你的能力才是正常 明白嗎 你們兩個復仇只是同盟 你忘記了 你嘗試豬你死了 看看男主角如何爆氣 他沒有爆氣 因為沒有死 沒有很多重要的人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其實呢 所有的力量 都有一個很有趣 我們說 就算那堆的裝甲 在莫里 男主角 在Level 3的時候 敗陣 被一套新的裝甲 打敗之後 莫里爆氣 斬向K 裝甲技師 和魔女的力量 其實應該 出發點是一樣的 都是莫里 斬到對手 全身噴血 但下個傷 那套裝甲 沒有爛 也沒有血 我剛才想說的 這個場景 就是這個場景 瘋狂了之後 暴走 斬到她 然後K 就說 啊 為什麼你會這樣 然後繼續說話 多有氣 你知道什麼 特攝片在拍嗎 就是 我和裝甲裝些 火屍的血包 大哥 我們現在不是在拍街頭 魔法王 裝甲技師 特攝技師 特技技師 沒有法事 我明白 裝甲噴血 沒有人噴你才知道 你弄錯了 原來是這樣用的 是不是對製作群來說 流血是這麼難畫 流血很容易畫 你看到都噴血 流血是不是這麼難畫 你應該是很乾淨的 你應該說 維持流血很難畫 就是很乾淨的 很累啊 他又要說話 不合理 作話這麼難畫 對 那是關事的 劉血還是煎 死還是死 是少件事 劉血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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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場面還算誇張 還有一個場面 誇張一點 就是 他在暴走之前 是男主角先挑阿K 古有這個魔法戰爭 抓刀對鋼刀 現在呢 就有這個絕對雙人 赤手空拳對雙刀 不斷打下去 男主角完全沒有爆手 很奇怪 白主角不知道拳頭 不知道 好像放龜波氣功之類 雷神 很厲害 但他不是絕對防拳 他是雷神的 不屬於二邁 又不屬於當國 是甚麼來的 赤手空拳 我有主角威難的 你說你是波動拳 我也明白 但又不是 有 這是特別的存在 如果不是這樣 復仇者聯盟 對 其實這些東西 很多奇幻作品都有類似 就是 他們是為了追求終極的 就好像你 我為了追求一個終極的力量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道路 可以去最終達到根源 是 這個設定 但是 你也要告訴他 你根源是甚麼鬼 大哥 所有東西是力量速度 不斷追求絕對雙人 甚麼是絕對雙人 你說絕對雙人是甚麼 是一定要兩個人才可以 我知道就是這個實驗場裏面 基本上大體上的人來說 他們都是不會是partner去打的 他們是喜歡為偶 我記得最近那班 好像校長 這件事 老師 單拖了 勁過你們 拍拖了 他們絕對單拖 對 他們勁過你們 那些學生絕對失劍 所以你說這套東西 在設定上 你會覺得 他是很難 剛才你聽到就是 我們是能夠很有系統的 他每一級的改變 是有些甚麼變化出來 但是究竟 這套力量究竟是甚麼 或者是 最終可以達到甚麼高度 但是我們是答你不出 其實我很懷疑 所以這個絕對相忍的設定 純粹是校長 要不就喜歡父 要不就發合你 不是 他喜歡病發作 那樣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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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個願望機 我都知道我願望在這裏 我都不知道 去到這裏做甚麼 其實沒事的 去到之後 今晚沒有 我懷疑最後的絕對相忍 兩個結婚就是他絕對相忍 不是絕對相忍 我相信動畫中的意思就是 這個合作的力量 我猜而已 合作? 那我唯有就搞定 有合作的力量 不是啊 所以那個甚麼裝甲技師 其實他是摸索到這條腦的 只要把艷牙加我的裝甲 加起來就傷了 這樣我就可以帶到這裏 那你們也會看到 阿阿 當融合了兩種力量之後 是多麼壓倒性的力量 那叫GL DoubleGL 不是傷人 不是 阿阿 要有幾天然來才會相信那老伯說話 別人受情傷所困 被怪叔叔有騙了 都很正常的事 那是不道理的 你需要力量 你明白 所有打掌在那邊 黑化的角色在那裏 會强濕他 你明白嗎 黑化的角色在那裏 黑化的角色在那裏 很厲害 正義朋友之後 突然輸得很糟糕 而這個位置 如果以力量層級來說 你會覺得 基本上是沒有人打得贏 因為其實他把力量層級 戒得太鮮明 太死了 大家都是LV3 然後我加上裝飾 我怎麼可能會輸給你 即是現在像一個90厘神裝 打你一個十幾二十厘的人 即是他是戒得太分明 有些東西 但你戒得分明到是甚麼 喂 我是不能跟你說 依甚麼意志 大哥 現在跟你在說加數 沒錯 人家用了百合的力量 百合的人計不到 他就不是打不贏 他就要說得 他就要說得 對 說得 你只能怪阿怪叔叔的洗腦能力太差 調教得太差 他的洗腦能力是甚麼 通常我們在這些設定裏 無論洗腦也好 危機也好 這些東西 其實是要經過一大輪 他經過一大輪很厲害 交給阿雅的同伴 爸爸 交給他之後 有一幕 爸爸躺下了 然後再回主角 然後再回阿爸那裏 然後再回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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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設定絕對相印 我好肯定 這件事其實 剛才說的是在一些力量 但其實他那些很固有 其實你看到的 他有很多的固有 其實就是 無論跌倒 拿空 睡覺 約會 嘴 心孝 泳妝 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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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很難想像到 一套作品 是可以做到 任何這些情節 都這麼虛 你覺得他真的 拿著本 叫做什麼 寫輕小說 十堂課 哦 首先 早上就一定要拿空 不是女主角爬上床叫她起來 然後 第二幕一定要有女兒衝進來 醒主角一巴 第三幕 然後就要約會 就要為大家吃東西 然後就情敵出現 他是一本很統一的 平鋪直序的教科書 他將所有就是說 我需要有的設定 塞寫 我是記憶中 這類 叫做 後宮向的男主角 的東西 他是將它全部 教你如何平鋪直序的寫出來 我差點說一句 就是一個年輕 我想寫那些很文章的成節 我很喜歡的角色 再加上自我感覺良好的名詞 就搞定了 這套人 很正常 王道興小說 他就賣了方程式十屆 他全部都賣了 但是做了一堆東西 他也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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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四天王多宗 他是完全是很平淡 他所有事情都是做得很平淡 你看這套東西 你的心情絕對不會有任何高低喜好 是真的平的 不是平的 那些女的身材是比較平的 搶女主角之外 老實說 那些女角 都是做得很平面的 你看到就是 他這套 我也是說 他是一套教科書 他把整個 現在叫做 雲官 我們看這些作品這麼久的 所有的元素 他就這樣握進去 所以他就三十分鐘 學到這個輕小說 三分鐘 三分鐘 是嗎 三十分鐘 我覺得其實他是有錢側去拍一套三分鐘的影片 如何寫一套黃道的後宮戰鬥小說的範本來的 這根本就是有潛力 劫性大王之絕對是相印的 這根本就是 首先是學校 一定要有學校 然後有哪條女 一定要有海灘 首先 主角是有一個悲慘的身世 然後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女 然後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女 然後就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 然後就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 然後進入學校之後 他就會認識到很多奇能異士的女 而這些奇能異士的大伯一上 全部都是會孕她 而這些女 基本上就是 所有事件的發生 都是那些女 就會被人捉走了 或者是那些女 就會受傷 然後主角就會提升等級 好像用了三十秒 說完這個主角 你應該要猜猜 好耶 樹齡有全質 其實寫一部出來 我相信 其實如果我想清楚 然後我寫的 我應該寫了三分鐘出來 我們就下次期待樹齡的作品 這套動畫會推薦給第一 你想聽著三家聲優的人 天使龍那邊有三家 還有魚兩家 還有田川 還有骨江 那都挺好聽的 田川挺好的表現 第二 其實open and ending 這些作品已經最好的 可以看那一套就行了 搞定 你講作品的話 其實這一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好像比聖劍好 叫做的原因在於什麼 他好像有很多 很激烈的戰鬥場面 他懂得偷格 而這些戰鬥場面 你又會看到 他是很喜歡 持圓形方式 就是圓形斬 一下離心力就斬下去 然後風車輪系 在那邊轉 這個是沒有理會的打法 主角的打法就是 一拳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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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時候是打地下的 也是一拳打過去 他全都是一拳打過去 然後 你會看到就是 你會看到就是 這一套裡面 我唯一讚賞的就是 子彈真的有多有用 但在很多作品裡面 子彈的功用都比較無力 所以很多都是用劍用 都很厲害 這些都是出力廢的 但請問子彈有什麼用呢 在這套畫裡面 射得人可以 射得低嗎 他不是很單身 我還是說一句 實在是比這個艷牙 才是打心酸 真的很深酸 我真的覺得 其實那些作畫 實在是 其實那些作畫 是不太差 有些分鏡就畫得非常差 就是很軟奶奶的戰鬥 其實不是一閃流 很多都看到 他特地不做一閃流 我感覺到他特地不做一閃流 但是做出來的效果 好像比一閃流更加去 軟奶奶的整套戰鬥 為什麼可以這麼沒有高潮 這麼沒有高潮起伏 剛才我說了 一拳 亂斬 一拳 到你又亂斬 沒有的 但這套畫其實不算很差 這只是令我無奈的地方 我覺得已經浪費了 我不可以說浪費 因為這套畫實在太平鋪席 而沒有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 你再回到最後 就算在艷牙的設定裏 其實他說的一件事 就是艷牙受損會令我準 但是你看到 主角的盾就算裂開了 他的靈魂好像都沒有什麼事 就是要求戰士 要受傷爆了才會受傷 裂開了一點 那些叫破壞 我記得最後的盾 最後的盾 他最後跟蜂蜜出合體的時候 大家的武器都爆了 好像沒有東西 好像兩個都 是啊 你不覺得我都不記得 你可能LV4敗就沒有事 對 拍了藥 主角LV4而已 你不是LV4 他跟著主角升LV 什麼啊 他是覺醒者 對 不是計LV 對 對 真的 如果你想看這套動畫 你想自己好像老增入 那樣 可以平平靜靜看完十二集 但我很推薦你看這套動畫 其實不需要看動畫 其實你坐在這裡正如紫水就可以了 但你又想有些 眼睛有些東西看 沒錯 我都很天真 你覺得人質很好 所以追這套動畫 對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套 那我們去下一套